香港第五波疫情影响跨境司机 令到内地公港货物 例如水果、蔬菜、日常用品 供应紧张、价格上涨 已经过运输及房屋局 和内地相关部位协调 再加上业界人士帮助 成功开通了每天由深圳开往香港的 海上快线博船服务 首先开拓新的渠道 在我们现有的陆路运输以外 开拓水路 因为水路的运输第一 就是量会比较大 而且香港的天然地理环境 周边都是水体来的 所以提供了很多的码头 货柜码头 以至公众货物的集散安排 都是相对方便的 所以我们首先和深圳市人民政府 是就着水路运输先行做相关的工作 是由深圳市的岩田港 巴湾港和大产湾港 开拓这个绿色的通道 做好这个通关的准备 例如包括这个安检 包括海关 以至我们香港这个码头的刑犯商 香港海关、食物安全中心 所有的同事都到年起来 然后在很短时间内 就启动了每天都有航班的海上运输 船只未到海关前 我们就做了一些预备功夫 但是因为今次香港的情况 就比较特殊了 很多时候是同时间有几只船一起 都布称是物资,消毒物资也好 其实我们在安排船旗方面 都靠同事去做一些很特别的安排 首先就要抽调一些相关的船 我们不想说是打尖 但其实是有点优先给它 船卖到来 其实我们和我们一般做法 都是八成小月 我们安排足够的人手 一些内运车 将船尽快清理它 也知道近来香港的情况 比较紧张 人手 就算负负车司机构没有入櫃 我们也给了一些电话 各大的运输公司和船公司 他打到给我们同事的时候 我们会懂得跟他做一个豁免 我们帮他系统做一些登记 等他的司机来到我们的闸口 就立刻可以提供 是 由内地到香港的海上快线 水路运输服务 已经在2月中全面开通 以及不断提升运力 自开航至3月24日为止 由深圳三个港口 总共运输公港物资 约56,260个标箱 其中生鲜食品类 约930个标箱 非生鲜类 约55,330个标箱 有没有什么便利措施 去协助新鲜蔬菜柜的装寨 首先在水路跨境运送的时候 博船会有些冷冻货柜的装寨 所以可以令到一些新鲜蔬菜 在冷冻柜上运输来香港 除此之外 两地都实现了很多便利措施 例如安排博船的尊容泊位 开通一些绿色尊容通道 所以标箱可以优先查验 优先加快货物装饰 和通班程序等等 确保一些蔬菜可以很快 很新鲜地运输到香港 这个可以拿到上面 给我们做快速检查 你好,Eric 你好 我想问一下平时食安中心的人员 在这里负责什么工作 你们籌备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 由海露进口蔬果 这些新鲜食品 由于它的保质期短 所以我们要压缩清关时间 就设为重要 在食安中心已经设立了特险队伍 专责全力参与相关措施和安排 务求尽快把食物清关的程序处理 尽快放行 以至保持一个进口食物的长松 只能给你来 终于职热善与采计 每一批都可以抓 刚才都看到快速农药測試 其实目的是 在实物检查里面 我们会根据尽口文件 食物的品种和数量 去厘定 我们的样本 及实物检查 每批我们都做 这个目的就是 以保障食物安全之余 都可以盡快去清关 去供应市面 随着增加水路和铁路的物资供应管道 再加上食安中心对进口食物的监管 令到本地的鲜活食品和蔬菜供应 就更加稳定和安全